玉璃政公所9月7日晚上盛大举办了玉璃烟字节启动千人大会考活动 活动人数超过千人 不过考到一半时突然下起大雨 活动虽然取消表演 但是摸彩烤肉持续进行 民众也都撑起雨伞穿起雨衣继续烤肉 一同在永昌分校抽场见证玉璃烟字节正式拉开序幕 帐篷底下冒出浓浓白烟 更是飘出烤肉香气 有人负责烤肉 有人负责准备肉品 有时候有效场面非常温馨 这里是玉璃镇的永昌分校 有超过千人来到这里参加玉璃政公所办理的玉璃烟字节启动千人大会考 来烤肉 就是玉璃字节嘛 玉璃字节是第一次 如果以前是有办烤肉 也是千人烤肉 然后这个玉璃字节是今天第一次办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节目很好 这个很好啊 大家都参与 很快乐 天气老天配合 对 你看看 老板都在烤了耶 玉璃镇长龚文俊说 用烧烤这个人们最常实用的烟字产物作为玉璃烟字节的开端 除了希望能够唤起玉璃客家族群以及原住民族群的珍贵集体记忆 更要推动玉璃烟字产业的升级 透过加工的这个手法不但能够保存它的时效性而且它的风味 而且能够小量化金字化未来才能够有竞争能力 不过烤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大雨活动虽然取消表演 但是摸彩烤肉持续进行 民众也都撑起雨伞穿起雨衣继续烤肉 一同在永昌分校操场见证玉璃镇腌字节正式拉开序幕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